各位同学,我是KLiu 今天是5月17日2021年 刚刚考完DSE M1和M2 我试试去做数据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5月17日 我们看看第一条 第一条是典型的一条 这里给了个表 x-101234 对应的可能性是 A0.15 0.15 B0.05 0.25 加上E的Expected Value 5x加1 是等于10 找A,B的Value 这里我们试试列出两条 第一条是全部加1 sum of total probability A加0.5 再加0.5 即是0.3 再加B 加上0.3 即是0.6 A加B加0.6 等于1 A加B等于0.4 即是1 第二条 第二条 再加上Expected Value 5x加1 5x加1 等于10 再加上Expected Value A加2 A加2 B加1.3 再加上Expected Value 再加上Expected Value A加Value A加加5 A加2 A加0.5 A加2 A加2 A有两条 2 2 B B是0.3,A是0.1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看看B B是 let c be the event x 大於0 X大於0應該是指的,不要包0 1,2,3,4,這四個 event d是 x 小於2 小於2,就是1,2,3,4,這四個 找個Properability C,GIVEN D 我們先按照顏色,CND over PD CND over PD CND大於1,小於2 就是大於0,小於2 所以大於0,小於2,就是這兩個Case 這兩個Case加起來 小於2的話,1,2,3,4,這四個Case加起來 其實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0.15 加0.3 因為B是0.3 就是0.1 加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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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0.3 就是這個 9超於14 這就是第一條 完成了 我們看看下一條 已經一到 mai 很有目標 其實 spine 你就讓我們回到